大家好 十几点三十九了啊 十月二十二二零二一年 这个有一个朋友啊 发了一段文字 他说目前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 就摆在中国面前的啊 二选一 第一与美帝与西方和解 旅行入市 就是加入WTO啊 加入世贸组织 履行入市前的承诺 进行必要的真正的改革 这中国这个承诺了一堆啊 有很多都是没兑现 有些就是摩西尼 有些是偷梁换柱 黎毛换太子 偷换概念 有些就跟着挡着拖着 总之啊 很多承诺都没兑现 这白纸黑字签的字 那个文本大家都能看到 这个不是咱们给中国政府抹黑 而是事实拒在 是吧 这事摆在这呢 你想替中国政府辩护 他没做到 你怎么辩护呢 对不对啊 进行必要的真正的改革 重新被世界所接纳 第二 也就是继续加强控制 control是吧 彻底走回老路 走老路呗 穿新鞋 走老路呗 开倒车呗 大踏步的倒退呗 天津人讲话了 刀策 刀策 是吧 加强计划经济 plan economic 计划经济 也叫短缺经济 也叫票证经济 重新 同时重新定义商品 重新定义商品 必要的时候实行配几制 这个字不念配给制 这念配几制啊 聚机步枪 不叫阻机步枪啊 那是所有人 那时候啊 那么所有的人 尤其是中产阶层 富裕阶层的财富 不管是存款等无形的财富 还是房产等有形的财富 都将化为零 回到1949年 重新再走一遍 就是穿新鞋走老路吗 是吧 至于后果 大家不妨再翻一下历史 重新回忆一下 反正现在我们这位老大 一尊 金上 圣上 皇上 是吧 我看那个于杰吧 就跟刘晓波关系好的 那个作家于杰 大概九年前左右 也跑到美国来了 在中国大陆 也被有关部门都打过 关过啊 他出了一本书吧 他不是说这个 一尊的肉身之父 是习仲勋 精神之父 是毛泽东吗 对吧 他已经下了这个论断了 第一种可能性不大 就是说跟西方和解 实际上和解 就是向人家认错 是吧 就是向人家改正错误 当然你是有一些 口是心非 对吧 有一些这个 反正就是 我先加入 这个体系 加入这个体系 我先赚钱 反正再慢慢的 再 就能拖就拖嘛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乾坤大挪移 狸猫换太子 是吧 第二种的趋势 目前看来 可能性极大 极大啊 就走老路 回到毛时代啊 只是大家可能 还都意识不到 因为他们是 一步一步实现的 这就是温水煮青蛙呀 是吧 一点一点的蚕食你啊 一点一点的改变你啊 对吧 他控制着 对吧 他有一个步骤 一步一步的 有的时候民间反弹大了 愚钝有反弹 他们就吞回去 然后说你们造谣 如何如何 先让一些御用文人 一些这个走狗 出来试探 探风向 舆论 是吧 像什么李毅呀 陈平啊 什么张昭忠啊 司马南呀 金一南呀 金灿荣啊 是吧 这批人 他养着这些人干嘛的 狄东生 对吧 当然了 第二种 就闭关锁国走回头路啊 走老路 第二种最终结果就是死亡 最后这个体制就崩溃啊 到底死在哪个阶段 就多长时间死啊 你怎么捉不捉不死 no do no die 啊 这个由国内外的局势啊 内因外因互相作用啊 由国内外的局势来决定 国内就是愚民的承受度 愚民的承受度 是吧 王岐山不是说了吗 中国人吃草都都行 都不造反 陈云不说了吗 中国人饿死都不造反 王岐山说了 中国人可以吃草 是吧 这个中国人指的不是他们 指的是韭菜们 炮灰们 奴隶们啊 底层的草根们啊 国外主要就是美帝因素 美国的因素 取决于美帝 何时改邪归正 现在拜登上台了 送了好几个大礼给中国 阿富汗那么多先进武器 他他难道不知道 中国会得到那些先进武器的 制造技术吗 对吧 这个中美贸易战 现在看来暂停了 孟晚舟也放回来了 对吧 好多事呢 不止我说的这三件事吧 送了中国好几份大礼 对不对 然后又有人说了 土地如果不能私有 是吧 否则如何控制你 你记住 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才是产生剥削和压迫的根源 公有制归根结底是党有制 是官有制 权贵所有制 是吧 是亲的热的所有制 是裙带关系所有制 党就是总资本家 总地主 至于先人 他们有先人的概念吗 他们只有在世的概念 无神论者 他就是做缺德事 他不考虑 三尺之上有青天 三尺之上有神灵 敬畏之心 他没有 马列主义 共产党这一套 他就是无神论 所以他们你看 拆了北京的城墙 搞什么震反 反右文革 八九六四 等等等等 说这就是他们所担心的 所以才会发动媒体 去贬低欧美国家 但是基本上这次的舆论战 他们失败了 说这个中国官方的舆论战 美国几乎还是不可战胜的 虽然拜登挺孙子 挺无能 挺昏庸的是吧